东西领好 对 妈 阿拉特吃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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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了 吃饱了 走啦 好 这个其实是个吸尘器 我们那个时候在槟城 就是用这一款的 是吧 用挺好的 这次我们做双十一 他搞活动 买了两台 老公马上又抢了两台 一台给婆婆 让他们在这又有挺好 另外这一台嘛 今天正好去朋友家玩嘛 就给她带过去 他们因为搬新家 这个东西肯定也需要的 出发吧 好 准备出发 整长时间17公里 大约需要一小时18分 老公我们家的小毛驴 今天又要开长途了 保养过了 没问题 任劳任怨的小毛驴 今天呢我们去朋友家玩 不过说实话也确实可以说是去秋游了 因为他们家新买的那个房子啊 离市中心大概开过去要一个多小时了吧 四十几公里路 四十几公里 我们要上高速了啊 上高速了 上高速了 上高速就感觉要去外地了 前面呢 这辆车是那个小蚂蚁 电动车 是蛮小的 嗯 这个车你不要看它小 但是不限牌 灰电动车 对 不要牌照费的了 就等于是 对对买车送牌照的 但你一个这么大一个人 坐在里边 太小了 买菜可以啊 借借孩子买买菜 对吧 我们国家不是说了吗 在15年以后要淘汰 我油车了 就是我这种车淘汰了 我朋友这次也是买了一辆电动车 今天我这个朋友 你俩是底东车 而且挺好的 是国产的 我们今天去看一下 上海的牌照实行的是拍卖制 目前的市场价格在9万多人民币 新的政策规定 明年5月起 外省的牌照 白天基本无法进入内城区了 所以包括我们这位朋友 在内的不少人 都开始考虑买电动车了 不单单如此 为退休养老做打算 他们在去年底 卖掉了位于市中心的老房子 在上海市郊家定区买了养老房 虽然才刚刚开始装修 不过知道我们回了上海 非常希望大家能聚一聚 去看看他们新家的环境 现在谁还带现金 那你拿我的手机扫吧 微信扫吗 还支付宝 支付宝 是我扫你还你扫我 你提供付开 好的好的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好 抱歉了啊 平安了 平安了 哈哈哈 哎呀 那 那已经是什么高速下来了 安庭出口 他离安庭出口还有1.8公里就到了 我们 车子开了一个半小时后 在安庭汽车城这里下了高速 我们住浦东 平时来这里的机会很少 原来他们的新家在安庭新镇的旁边 隔网子少的一个像欧洲小镇 超市也有 嗯 是不是就是这 这个小镇 没啥 几号啊 啊 我看到它了 哎 四兄啊 都生光是个生光嘛 啊 这种东西还来啊 那好 那好 这种东西是顶 啊 好啊 好啊 来 欧洲国际的东西进入高水 进入高水 这位提前在门口等我们的 就是今天要见的朋友了 如果大家看过我以前的视频 应该也熟悉 他就是之前在马来西亚冰城 陪女儿读书的上海爸爸 哎 能好呀 哎 能好 哎 能好 哎 爸爸能好 哎 爸爸能好 能好 能好 哎 能好 哎 能好 能好 哎 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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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之前和我们一样 在大马住了好几年 虽然在当地也买了房 但如今孩子已到吉隆坡去读大学 所以现在待在上海的时间会比较多 就考虑取了换房的事 隔壁的小区是他们正在装修的新家 哦 一天一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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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户啊 哈哈哈 哦 谁不帮他保护了 嗯 嗯 哦 开工大吉 嗯 嗯 那这是他们的新家了 嗯 还在装修 嗯 嗯 嗯 四房三位 四房三位 哈哈 哈哈 四房三位 其实朋友之前住的金安寺 是上海市区地段很不错的位置 而且本身还是学区房 所以周围普通的二手房价已经过了每平米十万元 但也许是槟城自然环境下待久了 回来后觉得老社区的空间和车位都比较拥挤 而对于考虑退休养老的人来说 市中心的繁华已经不太重要 所以最近就把它卖了 换到了安亭这里 不仅手头多出了一笔银鱼 房子也大了不少 但是这笔银铁鱼 那当然是真正先 那還蠻方便的 蔚蘭的重複在安亭 對 安亭汽車層 朋友很喜歡新家附近的規劃 他說我們難得來這裡 今天就開著新車 帶大家周圍好好轉轉 給他頂出飛了 一個鐘頭五塊 不過我都想讓你想頂出子 始終是沒做個三十幾塊 這塊都不會上黑了 我已經開車了 四兄妹妹我都上黑了 你走老人走出飛了 好 那麼好 我們先去換店了 換好店再去逛 其實擁有2400萬常住人口的上海 中興城區只佔了一小部分 許多人是住在祖城區周圍的衛星鎮的 這些地方都有各自完善的配套 像今天來的安亭鎮 就以發展汽車工業為特色 是上海的國際汽車城 他們之所以買電動車 換電方便也是原因之一 哇 哦 密切的 好可怕 他那個起步很快的嘛 哎呦 真是密切的 哦 又往後倒了又往 哎呦 可以記得加速的往後打到多少碼 16秒 100米 4.6秒 100米 哦 那是很快的是吧 對 像我那輛車大概要十幾秒 有錯 保濕節 嗯 哦 哦 它在汽車展覽館裡邊換電池 換電裝 等於 對 弄油包都沒了下巴車到 哈哈哈哈 其他都沒有進來 哦 哦 只有弄油 只有未來和特斯拉 哦 或者是純電車可以進來 因為它可以充電 嗯 它有電裝 哦 朋友把我們帶到了家對面的上海汽車博覽公園 因為他們開的是電動車 所以被允許開進公園裡面 我們之前對電車了解的不多 看了整個換電的過程 覺得非常的智能 充電地圖 哦 定位到這裡 它就顯示了換電裝 換電 嗯 然後你就我要換電 嗯 沒有人排隊 我第一就好了 哦 就下來就行了 它下來了 它自動換啊 這個蔚藍的換電站 你們看一下它旁邊就是特斯拉的 哈哈 兩個地方在一起的 蠻有意思的 他們都是正好是競爭對手了 對 一個是國產的 一個是進口的 其實不是進口的 美國也是 它也是在上海生產的 那它就是總共是美國品牌 其實它這個車有什麼好處啊 它是 特斯拉是只有充電的 這是一個方式 它那可以像手機一樣換電池 哦 那你不要錢的了 你這樣換 終身服務啊 什麼 什麼 終身不要錢啊 它就不用油錢了 哦 那就等於買一部車子 接下來的話 一輩子開車都不需要再花油錢 電費 哦 看到美好 今年10 10月10號開始取消了 沒有了 就是手刃 手批的 哦 哦 我明白了 以來是先試水啊 哥羅波以來有這個優惠 看到美好 旁邊就是特斯拉的了 嗯 嗯 這不再充 它這個充電的話 要時間久了 要充多久啊 半個小時 可以 哦 連東坡永光 永光要四十分鐘以上 嗯 你看它抬起來了 嗯 你看它把我來的 哦 你看下面一塊電池在動了 這麼大 一定有個身邊的東西 它要把我們的電池卸下來 哦 好先進哦 嗯 哦 再寫螺絲了 工作人員在旁邊 大概在操作 是不是 對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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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的 它大概都智能化了是吧 嗯 哦 卸下來了 哦 大塊 哦 我怪不得你睡哦 500斤 要0.5噸啊 500公斤嗎 0.5噸啊 半噸 哦 這好大哦 來囉 這塊是新的 滿電的 哇 哎我估計一部車子的話 大概這個這個電池大概是 幾度有量了 我夠了 再一塊 這車的車子 是吧 我什麼的快了 怎麼這麼急啊 出大年次的 整體是 一個路門的車子 可以 在這個車子 可以 幹什麼 可以生氣 挺有趣的 沒好不想 來開開高科技 對 啊 四五噸 啊 四五噸 都開出來了 阿樂哥把這裏吃飽油了 所以吃飽店上路了 哎 我反正一里的軌跡很好啊 這個公園很大很大 真的啊 這裏都在這裏 今晚有什麼呢 房車站 啊 上海所有的衛星城鎮 都建有配套的公園 汽車博覽公園的規模很大 就建在朋友家的旁邊 這裏也是他們平時 為家裏的電車換電的地方 因為是給汽車成配套的 所以除了一般公園 會有的綠化湖泊外 還有房車營地 和許多以汽車為主題的場所 上海汽車博物館 拿小光一輩一輩子 這個 這個不足夠給你的身體 是啥事嗎 嗯 五級智慧交通體驗中心 他這裡還是 無人汽車的試驗基地 啊這個也好玩 這裏有人家 可以啊 升級啊 嗯 我坐這裏的倒塌 我坐車票到我去 有新科技來了 在升級 我對於地下當然有些 在弄髒背面 哈哈 他選擇 無人駕駛的試驗中心的 無人汽車的 給安廷的試驗 哦 是示範 測試點 對對對 你的右前方 就是同济的副校 都是學區房啊 啊 就在你們家旁邊 這個劉姥姥進大觀園 是的呀 朋友看我們對社區感興趣 提一帶大家去旁邊的安廷新鎮看看 它是安廷汽車城的核心住宅區 除了位置有點偏 環境還是不錯的 啊 這裡是安廷新鎮 對我們剛才就從這裡過來的 告訴你們幾乎 這個告訴你們五人了 對 好了 有這樣踢好啊 很暖和 安廷小鎮的老人名字 這位德國專家 德國專家都是安廷汽車城嘛 你來德國你為了懷念德國呢 少了很多小鎮 大中堂就幫他掛著嘛 有種故鄉的感覺 不怕感興趣 現在往自首的德國一樣 啊 國內最早的汽車合資企業之一 上海大眾坐落在安廷 所以當年這裡被設計成了 德系風格的小鎮 小鎮像一個世外桃源 幾乎沒有高層 全部規劃為低矮的公寓和別墅 還有一條烏松江的枝流穿越而過 而旁邊被我們剛去過的汽車博覽公園 和安廷的高爾夫球場圍繞著 朋友說有時也會來打上旗桿 他們當時也考慮過買在這個位置 只是實地看下來 相比現在的新家 這兒離地鐵和商業區都要遠一點 不過環境確實挺幽靜 所以今天順便帶我們來看看 當時考慮過的房子 歡迎收看 你好 你好 這個大人我沒有在這裡去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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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當中的像偽素一樣嗎 你打給油里巴雷打 對 好 謝謝 我的家伙伴這條西区的合院 嗯 所以說我們不需要這個 你不覺得 你就是我們的業務員 你就少一個牌子掛在那 你的吧 所有往事 這個人高度 嗯 少倒是少得漂亮 老公啊 你看外面都包起來的多好看 好 小姐 小姐 啊 來來來來 哈哈哈 哦 這裡是 哇這院子好漂亮啊 哇這院子好漂亮啊 哪裡走的 整整空的 當時有一個大院子 一邊呢是和客廳連結的 然後這一邊呢就是 廚房連結 對 六八八還可以啊 多門多院了 還有一個院子 六八八是多大的平衡 一半三十五 那幾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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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塊叫燈啊 哈哈哈 對 剛剛的東西啊 嗯 它這個地上全部都是做成那個大理石的 是吧 嗯 嗯 哎 這裡好漂亮 你看這裡是床 對 直接往出去外邊 哇 湖啊 你說的湖就是這個湖 是吧 嗯 我覺得這裡說的和院 差不多就是連排別墅的意思 房子做到三層樓高 有自己獨立的庭院 四房兩廳三位 每層都有不同的功能和景致 因為還是全裝修的房子 所以以上海的平均房價來說 大家不會覺得總價太高 嗯 對 這個是主人房的衛生間 對面這裡是一個大平台 然後對面就是主人房了 主人是住在最上面的 對 舒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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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這就是我們剛才看到那個 會所 我確定是會所的 對 謝謝你們的參觀請了 謝謝 再見 再見 阿拉根王庫羅格就叫做 連列住宅和院 是吧 現在我們去看富士公寓是吧 在河院旁邊就是這樣五層樓高的富士公寓了 面積都在120到150之間 這個物業費大概蠻貴的 這是嗎 5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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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塊5 5塊5 好 你好 你好 它是這樣的 這是什麼時候裸的 房產中介 朋友他們因為正在裝修新家 所以經常會來這裡看看樣板房 現在去看了啥 四房兩廳三位 一百五十一的平方 這是下跌 下跌 這是一樓二樓 一樓兩樓 一樓二樓叫下跌 三樓叫大平成 四樓五樓叫上跌 上跌 這邊五層樓高的富士林也都是大戶型 一樓兩樓是一戶人家 三樓是大平成 四樓五樓又是另一戶人家了 總體來說每種戶型都非常的寬敞明亮 這裡是主屋 是吧 你看外面就直接看湖景了 對啊 是不是很美的 這裡是它的衣帽間 我覺得有點像 我們上次去看澳洲的房子 像嗎 有點像 現在上海裝修也很好的 對對 這個我覺得可能是少女房 孩子的房間 孩子的房間 坐一下 真舒服 嗯 等到對面的別墅上好了以後 這裡望出景更美了 可能房型大 周圍環境寬敞 綠化率高 就是郊區買房的優勢吧 目前安亭的新房均價大概在3萬左右 全裝修房會達到4萬億平米 這與上海市區相比還算是比較低的 所以在安亭買房的 不但有附近汽車城工作的年輕人 也有不少是從市區來的 比如像我們這位朋友 我先享受享受 享受享受 享受享受 生活是怎麼的啊 嗯 也出產了 都得了你那些痴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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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朋友說他們很享受現在這樣的生活 住的是現代化配置的公寓 周圍卻沒有鋼筋水泥的包圍 平時可以在旁邊的汽車博覽公園散散步 周末還可以去附近的農田春莊看看 事實上那天下午朋友請我們吃的就是附近的農家菜 大家還去農民的家里逛了一圈很開心 他們說無論是買菜停車打高爾夫球 住在郊區的成本都會比市區來的低一些 領伍園阿樂金都快樂滿滿意的 阿樂沒有出自家馬一樣 出自家馬上馬一樣 對 你聽說沒有人的話 聽說你又出自家大飛機 哦 你才有 你一長都在等你 買帶飛機的 啊 他吃飯還不出去 嗯 嗯 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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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的路上 朋友向我們介紹了附近的地方 铁购物中心和大型的医院 这些地方离他们家也就10分钟的车程吧 所以对他们来说 除了去市区远了一点 其实在这个卫星城镇 可以满足生活中的大部分需要了 朋友说安亭的周围有许多好玩的地方 等他们房子装修好了 一定要再来他们新家 这位这位谁好 这位 哎呀没开心啊 本来以为就是来周围逛逛的 看看他们新家 没想到一直游 现在安亭这里还是挺不错的建设的 说实话过去的概念里 安亭确实是蛮远的地方 不过一天深度游后 对市郊生活也有了新的看法 房价高企的上海 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 改善住房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现在上海的卫星城镇 都发展得很不错 如果像他们这样喜欢清静悠闲的家庭 换房去市郊养老 或许也是一种提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分享生活是一种乐趣 感谢收看七零后慢生活 我是金宝宝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